各位朋友,各位乡亲,尊敬的宋文学校校长,总校长,张亚忠先生,欢迎你来到美国大华府,这里是Wirson Tony Prophets, 也就是,我这种楼,我在发表演说的地点,就叫做Wirson Tonya Tower,1905,这个房间,张亚忠,上一次来美国做尊敬的学校演讲,就住在前面,这个Rio,Rio前面有Spring Hotel, 我在那里呢,曾经见到,有幸见到了张亚忠校长,并且面谈了有20分钟,就是关于同行同国,共建家园的问题。 这个照片呢,可能这个张亚忠记忆犹新,张亚忠先生有一句著名的话,这个台湾问题,我必须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解决, 我们这一代人不解决,下一代人解决不了,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华民国是什么,的历史和现在,台湾已经现在没有中华民国的历史了。 那么今天,有房子远方来啊,不一乐乎啊,人不时而不分,不一金子乎。 好,刚才我发表了一个,发表了一个,去都打入,光复台湾,爱我中华,立新民国, 自喊张亚忠,必战谋和谋略的第一步,是重归,重回,重回,回顾联合国信章,一个原,一个中国的原则,就是1945年,国共代表,新代表,在联合国信章大会地区,旧金山签署的, 中华民国就是全中国的,国家等名号,国民,谋略的第二步, 完整的,准确的接收,中华民国就是全中国,和联合国2758号决议,只有一个政府, 那就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联合国,这个中国, 继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驱逐,1971年,2758号决议之前, 曾经代表中华民国的,蒋介石,统治当局, 不承认台湾是一个,台湾当局,能够代表,中华民国的政府, 根据,美国联合国,美国台湾关系法, 1979年1月1号生效的,台湾关系法, 美国政府的,美国的台湾政策是, 维持和促进,美国人民与台湾人民之间, 民间广泛,密切,及友好的商务,文化,及其他各种关系, 并且维持及促进美国人民与中国大陆人民与其他西太平洋地区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同等关系, 表明,美国决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扩核, 即联合国宪章的中华民国建立外交关系之举, 是基于台湾的前途,以及将以和平方式解决这一期望, 那么台湾政策法呢,这个就是台湾的美国的国内法的政策,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讲解, 即将颁布的美国这个台湾政策法, 这个美国台湾政策法107页发表以后, 掏空了这个美国的这个一个中国的政策和台湾关系法, 把台湾的非官方关系, 非政府关系,提升为准政府关系, 准官方关系, 所以这个今天两岸的和平, 中美的关系已经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时刻了, 在这个时间, 张亚中赴美谋合地战, 其目的就是想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这一国家与国家, 人民与人民之间的矛盾, 好, 但是张亚中提出的回到九二共识的, 回到九二共识基础上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张亚中先生, 你身份学校能不能代表台湾的这个马英九, 朱立文所说的一个中国的政策, 就是九二共识, 因为马英九说一个中国的政策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 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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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个政策不是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就是两岸一个中国, 两岸一个中国这个解释, 你怎么解释, 你跟各位解释, 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 那个陈水扁解释, 没有九二共识, 有事故一没有, 就是不非中, 但是他非中了, 他自己把自己的诺言这样, 马英九说不同不同不同不无, 这个不是一个中国的政策, 一个中国是追求和平统一, 追求国家主义, 就是你能够说在国家尚未统一之前, 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 也就是台湾province, 募求和平发展, 这是两个特殊的会议国之间的关系, 这是蔡英文当时制定的一个法律, 这个就叫做国统纲领, 但是他们回避了一个问题, 连岸现在的关系不是和平的关系, 连岸的关系是一个中华民国的内战状态, 我们今天来回答这个问题, 现在已经通过四十年了, 1971年到现在已经是五十年了, 1979年中美建交已经是四十一年了, 四十三年了, 所以说我们在现在, 现在佩洛西往台给我们打开了一个, 打破了这个, 这个天花那个地板, 打破了一个中国政策, 美国的地板, 否定了台湾关系法, 非官方关系保存产命, 而是踏破了这个底线, 美国政府与中国政策的底线, 这个就变成官方关系了, 那么进一步, 今天拜登政府的制定的这个, 两党这个制定的台湾关系, 台湾政策法, 进一步践踏了, 1979年, 一个中美建交的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 就是维持美国人民与台湾人民之间的, 广泛的, 密切的, 友好的, 非官方, 非政府的组织联系, 请建建交公报, 请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么就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代表中华民国党为议和法政府, 台湾这个统治当局是什么定位呢, 台湾统治当局就是中华民国台湾省, 一个地方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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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治理当局, 统治当局, 这就是台湾这个定位, 至于蔡正元先生所说的, 什么, 种种的美国的这个自治方式, 非政府、非联邦,非联邦,非自治共和国台湾不存在这个问题, 因为台湾是根据开罗协议美中、美英中、俄、美英中、俄、四国的签订的开罗协议和亚尔塔协议, 责令, 日本投降后, 无条件归还, 中国首属的, 满洲, 台湾群岛, 鲁鲁鲁鲁鲁岛等等, 一系列岛屿。 在, 817公报以后, 日本当局在巡洋舰上接收了美国政府的这种责令它无条件投降的这个无条件接收, 亚尔塔协议和开罗协议。 那么也就是说台湾的定位已经是明确的就是中华民国台湾省, 就归还于中华民国台湾这个主权, 就是台湾的主权, 归还于台湾澎湖列岛满座。 对不起啊, 我那个, 因为我牙齿掉了, 说话那个, 走工, 我想对不起, 因为这里面这个是个非常时间 非常时刻天师弟弟人和 适合我今天做这个发表这个演说 因为也是作为 欢迎在台湾颇有声明 在南营中国共产党 台湾人民两千三百万人 颇有影响的 这位校长